好 为了要推展射箭的这项运动 赵峰文教基金会 在玉里的永昌分校办理第四届的 全国赵峰射箭杯精英的邀请赛 那么今年报名人数是踊跃 总共有8间学校 超过200的选手共襄圣职 为了推展射箭运动 赵峰文教基金会在玉里镇永昌分校 办理第四届的全国赵峰杯射箭精英邀请赛 今年报名人数以及队伍都相当的踊跃 总共有8间学校超过200多位的选手共襄圣职 这个今年报名的状况比往年更加的踊跃 那非常谢谢大家来热情的来参与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表现里面 能够充顺的展现您的实力 然后共同一起来进步 那我们赵峰银行文教基金会 一直以来在花年的玉里镇地区 我们都希望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 比赛日期是12月4号到12月6号为期三天 并且有国小国中高中反驱工以及复合工等项目 虽然比赛当天开始下起雨温度也比较低 但是选手们保持专业运动家精神 希望能够为自己创下好成绩 赵峰银行文教基金会持续赞助花年的玉里国中 高中卓西国小射箭队等等为台湾基础射箭运动扎根 培育更多明日之心 也透过赵峰杯射箭锦衣赛提供青少年射箭选手们的竞技平台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